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李依童诚意铜矿路透曝光 俊南美女太阳眼 解锁新造型令人惊艳 相信大家之前看到的都是单独的角色美照 也很期待两位主角铜矿石的化学反应 自从我们小蜘蛛青铜换了新皮肤后 每一套造型都让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这套青铃中带着仙气的紫衣造型 从发誓到服装纹饰都很和谐 让人很期待漂亮姐姐在正片中的表现 李依童这套紫衣造型很适合她 中分刘海和俄式的搭配 让人想起她在《苍蓝绝》中饰演的私命大人 看得出来制作人王依许为了女主的造型花了很多心思 铜矿照中成毅的状态也让人心动 一身白衣贵不可言 五官却少年感十足 当成毅和李依童的铜矿路透曝光后 不少网友表示很期待 毕竟主角颜值才是古偶出圈的核心 帅哥美女穿着仙气飘飘的新衣服 这对观众的眼睛很友好 频繁曝光的路透不仅惊艳了网友 也让胚胎式追剧的观众格外开心 有心急的粉丝已经对照着拍摄进程对比明场面了 铜矿路透中 李依童饰演的青铜手握王权富贵的宝剑 眼神中带着好奇 一眼看去还以为是哪位英姿飒爽的侠女 新铜矿路透中李依童的造型和妆容和紫衣那套几乎差不多 但在绿镜下身上的衣服几乎变成了粉色 王权富贵的眼神也很有深意 对于他而言 这柄王权剑不仅是他的武器 更是与他朝夕与共的同伴 作为盗门兵人的王权富 就是王权世家和仪气道蒙最坚不可摧的神兵 可王权富贵也不是生来救世道门兵人 他的父母也曾两心相许 漫画中将父母爱情的波澜壮阔一笔带过 但在王权富贵选择离开王权世家的时候 他的父亲因为母亲当年的遗言 给了他一线生机 他才能等到东方月初强势 进入王权世家带走他和青铜 从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的双人同框路透中能够看出 编剧对于主角的感情线加了很多相处细节 相信在还原动漫主线剧情的同时也扩充了感情线的看点 已经开始期待俊男美女们的对手戏了 其实诚意和李依童都是图越生越惊艳的演员 比起厚重滤镜下湿针的皮肤 还是生涂镜头下的紫色小蜘蛛更有质感 哪怕是人设单薄的古灵精怪小妖精 相信李依童对于角色的权势也能让大家眼前一亮 李依童诚意同框路透曝光 俊男美女太阳眼 解锁新造型令人惊艳 你期待这部作品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美贵 看 好 愿意 wider